我们今天下午看看能不能进去做一些简单的采访 工人们正在搬卸这些物品 连公交车都用来装货物了 在室外安装了很多的这种移动厕所 施工大概有20张床位 我上二楼看一下 给的路子还挺多的而且都配备了电热毯 他们把电路也已经维修好了 这边一个工作人员正在调试电路 楼上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完成施工 床上有枕头有被子 然后有两层的路子 枕材路子还挺厚的 不确定后来这个地方会不会使用中央空调 如果不使用空调的话 那么电热毯就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堆全都是电热毯 我从那个方舱就应该直接把他们放在一个隔离的这么一个空间病房里面 去专业的隔离病房 只不过确实没有这个条 但是大家可以做出一个空调的隔离 也需要用空调的隔离